加拿大被中国组团游名单血藏 呼诉经济霸凌彻底破防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就在上周中国的旅游部门出台了第三批国别组团游名单 在这个名单当中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 甚至包括立陶宛等国悍然在列 只有一个国家主要的国家被血藏 被关小黑屋 这个国家就是我们的价值观超级大国 加拿大 昨天呢 加拿大国家广播电台CBC 把这个新闻爆出来了 整个的过程是大型双标现场和卖惨的全过程 CBC通过自己的分析 通过自己的说辞 演绎了一番自己不想反思 最后制裁他 血藏他 最后加拿大彻底的被封杀 是一个正义的行为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呢 这个长达三分钟的这个节目 加拿大国家广播电视台CBC啊 整个这个卖惨的过程 破防的这个过程 我呢 给大家演绎一番 看他呢 是怎么说的 咱们逐条的分析一下 首先呢 这位主持人啊 这位主持人或者评论员 应该他是一个评论员 政策评论员这么说的 所有来自中国的讯息都是可疑的 尤其是从中共啊 中共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关键词啊 在加拿大政治里 在加拿大新闻里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关键词 变成一个政治正确 尤其从中共那里来的 都是不可信的 他为什么在开场白说这句话 言外之意就是说 请加拿大人不要自行解读 你们自己不能解读 你们不了解中国 你们不明白中国是怎么回事 你们不明白中国是如何表达的 因为你们hold的不住 听我的啊 加拿大广播电台啊 加拿大广播电台 有独立的解释权 有最终的解释权 有唯一的解释权 有最权威的解释权 我们给你解释 你们就听我的就行了啊 我告诉你中国是什么样 中国就是什么样 然后呢 我就看到这些东西呢 我就感慨 为什么感慨呢 有些时候啊 这个昂萨人呢 或者这个西方人 这个整体啊 真的是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没有办法理解呢 你说你强势的时候 你嚎哼一把 是可以的 哎 你强势 你把人都占领了 你把原住民都会宰了 哎 你这是可以的 对不对 搞一个排华法案 也就罢了啊 搞个排华法案 我就是不让你中国人来 你中国人怎么着 你中国人肮脏 你中国人有自己那些小脾气 你中国人有格格不入的东西 融入不了我们的文化 抢我们的工作 你就不要来 你不要来就对了 对了 我就排排你就行了 但是现在你弱势的时候 还这么不绞紧 还这么不知趣 还认为自己还是强势的时候 这个事呢 也是蹊跷 为什么呢 一百年前 一九二三年 当时中国什么样 一穷二白的时候 他搞了个排华法案 你不要来 你来了就是难民 你来了给我增加我的负担 我本来没多少钱 你过来了 吃我的福利 你什么意思 如今呢 一个中国的组团游名单上没有加拿大 加拿大就这样彻底的破防了 其实我们也说过组团游这个东西是什么 组团游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允许中国和加拿大双方的旅行事的合作 旅行事的合作之后呢 组团游可以到加拿大 加拿大这边负责接待 然后呢 这些游客呢 在加拿大呢 进行花销啊 加拿大进行游玩啊 就这些东西 给当地呢 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和大量的那个税收 这个东西呢 是加拿大想要的 关键是旅行事之间的合作 这个名单如果没有的话 旅行事之间的合作呢 就非常麻烦 这个等于啥呢 一个协议上的框架 这个框架有了 合作呢 相对容易 是关键点的这一块呢 所以加拿大这边呢 得不到合作这个机会 所以这一次呢 就彻底的卸菜了 彻底的疯狂了 彻底的抓狂了 彻底的破防了 然后呢 这位专家啊 政策专家说 他资讯了中国的领事馆 然后给他的感觉是什么呢 中国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 霸凌了加拿大 加拿大是这个小美女 被这只大宗熊给霸凌了啊 加拿大被霸凌了 然后现在呢 在墙角里啊 躲在一边哭呢 在那哭呢 求抱抱求安慰呢 这就是加拿大 然后他怎么说呢 这么解释的 说呢 他资讯了中国大使馆 中国大使馆呢 给了回复 中国大使馆这么回复的 因为呢 最近加拿大不断炒作 中国呢 干涉加拿大的大选 和这个人身威胁 加拿大的议员 这个论调 在那个加拿大呢 被广泛的传播 正因为这样的论调 附带了很多 针对亚裔的 种族仇恨行为 然后中国政府认为 这些针对亚裔的 种族仇恨行为呢 不适合中国的游客呢 到加拿大去旅游 所以呢 现在呢 这个名单上就没有加拿大 这是中国政府的解释 咱们来分析一下 中国政府的解释 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这个里边的关键词 不是中国 涉嫌干涉选举 跟这没关系 这里边的关键词 是什么呢 是亚裔 为什么是亚裔呢 这个里边就是策略了 既然这个加拿大呢 本地人分不清楚 什么是中国人 什么是韩国人 什么是日本人 什么是香港人 什么是台湾人 那么中国大使馆 或者中国政府 就有权利 为所有的亚裔说话 就是说中国政府 就代表着所有亚裔 我是亚裔的老大哥 我是亚裔的保护伞 我替亚裔说话 来制裁反击加拿大 也是如此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这个东西呢 就是中国战略态度的转变 为什么说是中国战略态度 战略态度转变呢 之前呢 中国就是说 我保护华人的利益 现在不得了 我保障亚裔的利益 这个东西呢 就有点像啊 中国中国人要做什么呢 中国要做亚洲人的老大哥 和保护伞 就像王毅先生 在青岛的那场峰会 那场演讲他说的 日本和韩国 无论怎么着 想融入西方 都是不行的 因为呢 你们的黄皮肤 你们在白人世界里 依旧是外国人 依旧是外来人 你们呢 始终呢 会被当地排除出去 或者排除在外 这个里边呢 就是王毅当时说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韩国人 日本人 甚至香港人 和台湾地区的人 如果他们想去 融入到西方社会 或者是中国的 哪些润人 想融入到西方社会的话 他们会很快意识到 自己融入不进去 因为西方根深蒂固的 种族歧视 和根深蒂固的 依旧肤色的 种族主义问题 这个是王毅先生说的 所以呢 现在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说中国大使馆 针对这个事 现在是什么呢 为所有的亚裔说话 制裁反击加拿大 然后呢 加拿大这个国家广播电台 CBC呢 他不是这么解释 他开始混淆视听 他开始混淆视听呢 搞他的那些 小清心和小确幸 他怎么混淆视听呢 首先说了 说呢 指责中国干涉选举 属于加拿大的内政 管那么多 干什么 这是加拿大的主权 加拿大想怎么干 就怎么干 然后呢 提到了种族仇恨行为 针对亚裔的种族仇恨行为 他是这么解释的 他说呢 只不过就是在疫情期间 我们针对中国进行了广泛的批评 包括中国抓捕的那两个加拿大人 康明凯和斯帕福 这个就是中国认为是反亚裔种族的行为 就啥意思呢 就是说 加拿大的疫情期间指责了中国 说呢 中国抓捕了康明凯和斯帕福这些事 然后中国政府就因为这个是针对反亚裔的种族行为 言外之意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你玻璃心惊不得批评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加拿大人 加拿大政府根深蒂固的 对华人好面子这种刻板印象的如出一辙 华人谁都好面子 加拿大人也好面子 这一次加拿大被彻底的制裁 被彻底的限制 你看他不好面子吗 他一下子就破防了 那他也好面子呢 华人好面子是什么 华人好面子是一个西方人对华人对亚裔的刻板印象 在这一次他提倡这种刻板印象 鼓吹这种刻板印象 难道不是种族主义行为吗 也就是说 加拿大广播电台用自己的刻板印象 用自己的种族主义行为来圆了一下子 中国对加拿大的指责 中国政府的意思是什么呢 说呢 他中国政府的意思很明确 最近针对中国干涉大选的这种说辞 说中国呢 威胁了加拿大的政客 这种说辞 其实这个东西无所谓 为什么呢 这个东西属于两国之间的关系 两国之间 你打我一拳 我踢你一脚 是可以的 但是因为这种说辞 这种论调 在加拿大已经引发了针对大量亚裔的种族主义行为 中国政府是针对这些行为 而不是说你是怎么说 另外呢 疫情期间批评中国 甚至搞一些病毒的阴谋论 这个也无所谓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两国关系之间的 还是你打我一拳 我踢你一脚 类似这种东西 两国关系可以互相指责 但是正是因为 因为对中国的批评和对中国的这些阴谋论 产生了引发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行为 还是针对这些行为 中国政府针对这些行为 针对加拿大人对亚裔 对华人的这种种族主义行为 来做出判断 做出什么判断呢 这个是你们社会的问题 你们解决不了这种问题 那我们今天制裁你 我们今天限制你 是理所应当的 是具有正义性的 中国政府果断的站在亚裔的一边 然后呢 为亚裔说话 为亚裔撑腰 这是中国政府在战略上的转变 而这种战略上的转变 一定要让加拿大人 一定要让加拿大国家 实实在在的感觉到 关键在这块呢 至于什么康明凯斯帕福 这个东西就是加拿大广播电台 这个谁啊 这个主持人和这个分析人员 他们故意拿出来说话的 什么原因 这两个人被抓也清楚 你凭什么为美国火中取利 在温哥华绑架了华为的CFO孟晚舟吗 你如果你这种事不做 那这两个人能被能被抓吗 很显然加拿大没有什么自我反思 这一次呢 被关小黑屋 被这个从这个名单中血藏 也是非常正常的 现在呢 他需要反思 他需要反省 不是说无端的指责 因为他无端的指责 改变不了现在的态势 他呢 也回不到这个名单当中去 所以呢 加拿大呢 就是说 他现在还是不认错 你不认错 对不起 你现在就在这个名单上呆着 然后呢 这个加拿大广播电台说 你看特鲁多现在多支持多元 好 这个无所谓 他支持多元 他支持谁 怎么着 不怎么着 无所谓 但是毕竟加拿大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行为 中国政府只关注亚裔的种族主义行为 因为有这些行为 才是这一次制裁加拿大 打击加拿大的正当性所在 也就是说很显然 中国呢 抓住了道德制高点 打击了加拿大 有正当性 有正义性可言 而加拿大为自己狡辩 反而使得自己像一个种族主义者 反而自己不悔改 认为呢 中国政府对他的打压呢 是正确的 所以呢 这一点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而这个鲜明的对比 是中国策略上的改变 而这个改变是值得关注的 为什么说加拿大破防了呢 因为他彻底被打疼了 然后这个分析人员呢 就首先开始抱怨 说抱怨什么呢 说你看 你看我们跟中国关系不好 那美国跟中国关系也不好啊 美国跟中国关系不好 怎么也上了名单了 怎么上了名单 名单里有美国呀 然后澳大利亚跟中国关系呢 这个什么玩意啊 他怎么也被中国纳到名单里去了 欧洲国家跟中国关系好吗 欧洲国家跟中国关系不好 不也是上了名单 为什么加拿大被血藏啊 这些国家不也是指责中国吗 这些国家不也是经常批评中国吗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 从这份解释当中呢 可见加拿大呢 是不想悔改 但是这个不是重要的 你看看他说的 什么样的国家 在那份名单上呢 美国 澳洲和欧洲国家 他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是西方的盟友 最近跟中国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赖 这两个国家是谁啊 一个是韩国 一个是日本啊 这个主持人 这个分析分析人员 他们没有说韩国和日本 啥关系 什么意思啊 怎么回事啊 看来他们眼里只有西方 只有白人国家 才叫西方国家 看来王毅外长 说的话是对的呀 在西方人的潜意识 下意识当中 他们是没有韩国和日本的 只是为了外交上的 外交上的撑个门面 撑个门面说 有韩国和日本 在外交辞令上有 但是实际上 他们内心当中 不认为韩国和日本 是自己人啊 还不是因为肤色是黄皮肤吗 看来王毅外长 说的是正确的 这一次加拿大广播电台 把这个行为 彻底的演绎了一番 让我们大开眼界 然后呢 加拿大就说了 直接找到放飞自我 说被彻底的经济霸凌了 为什么彻底的经济霸凌了呢 他承认了中国游客 对加拿大的影响 因为中国游客来这旅游 使得大量的小企业 饭店和那个酒庄 还有这些那个什么 还有这些旅馆呢 有了不菲的收益 因为呢 没有中国游客 使得呢 这些地方在经过了疫情的摧残之后呢 无法的进行恢复 现在呢 濒临破产 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没有中国游客 许多加拿大的小城市 许多加拿大的旅游胜利都赚不到钱 这个是事实 而且呢 他又说了 说中国这些年经常霸凌加拿大 比如说什么菜籽油啊 牛肉啊 现在旅游业啊 但不管怎么说 中国政府的行为 中国政府的正义的性的表达 中国政府为了亚裔权益的表达 已经彻底的让加拿大感觉到疼了 已经彻底的让加拿大受不了了 最后一句呢 他说了 说中国用摇晃着他巨大的身躯 向加拿大传递信息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很简单 我也之前说过 不要惹这只大熊 东北宗熊你是惹不起的 到时候拧你胳膊一下 把你拧疼了 那就是这么回事 加拿大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哎 彻底破防了 为什么彻底破防了呢 因为他现在被打疼了 他的旅游业 自己承认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这一次 他被中国组团油名单血藏 被除名 然后呢 不在这个名单当中 完完全全是因为他自己的错 完完全全 因为他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后脑勺 现在如果他不反思 如果他不反省的话 那么他会依旧的被血藏 他会依旧的哭诉 到时候没有任何办法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眼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定性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